好 颱風目前都還在持續歸宿前進當中 那麼台東這個地方 其實一整天下來 這個雨勢是忽大忽小的 稍早其實有一度 甚至雨還直接停了 不過在現在 其實雨勢才有稍微變大的一個情況 那麼風勢的部分 則是沒有前上中中的這麼大 但是明天台東 其實還是宣布停班停課的 所以說颱風如果再接近一點的話 恐怕這個情況 就跟今天有點不太一樣了 那麼因此 台東縣警局他們就有宣布了說 要提醒民眾八大容易淹水的路段 因為如果下大雨的話 這個淹水 積水恐怕就要特別小心了 第一個就是在東56縣道 到富岡湧港的路段 而另外一個呢 則是在台11縣158.2公里 一直到159公里 那麼再來則是綠色隧道的南端 而另外在文昌路 往火車站的寒洞 以及立立大飯店前面的道路 還有使不管的寒洞也要特別小心 那麼另外在蘭嶼也有兩處 第一個則是在蘭嶼機場附近的道路 而另外一個則是在蘭恩文化基金會附近的道路 因此也提醒 請民眾要務必注意安全 如果真的下大雨 避免開車到這些地方 可能會導致車輛拋錨 也可能會發生危險